可以了吧 好 你可以展示了 好的 就是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从那个managementstudios里面 看error的那个的样子 先 因为我相信你们也没看 所以就先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 我装了一个 没问题 你看我主要没你那个链接 对我就想这样 然后底下这密码是那个bakedata2015 然后connect connect之后 然后对吧 你看这就卡死我了 然后 然后他就是在 里沿 然后就可以看到database 里面有那个gts 这是个云上的是吧 对在云上的 这连的云上 然后 这就是所有的table 你这个是 你这是adgerdatabase 还是说在 你是在vm create的cqserver吧 你这是在那个vm create的cqserver吧 我用的是我本地的那个 就是在windows系统里的 那个cqserver呀 你不是adgerdatabase right 是adgerdatabase 这个声音怎么 我连的是adgerdatabase 你那个是直接从 我知道你没有用的 用vm来create的 你是直接从那里边生成的database 直接的是吗 对我直接在这边生成的服务器 它是叫服务器吧 就是in 就是那个那个rosa是直接用的 那个sql azure 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个platform 还是service那个层面 就是在它云层面 它那个微软提供的那个sql的一个service 是吧 是这样吗 rosa 对的 然后我中门找了个软件 那种开源的软件 然后把那个数据库倒上去了 ok 就是这样 然后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里面 比如说你点它用 就是如果是面向对象的话 你是没有什么 能看一看什么 看一看它内容的东西 但是你如果想用语句的话 是可以发动出来的 就是它的那个 它的它的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它这一面比如说 它这一面没有那个daregram的那个选项 然后你也不能就特别直观的看到 现在这个已经是连到云上了 那个rosa 你去到那个就是那个azure那个环境下 然后你那个 你不是生成了一个sql azure的incidence吗 是吧 嗯对 到那个界面去让我们看一下好吗 是azure那个啥 那个azure的incidence 你那连接在哪里 待会我连接一下 你那个 你把你那个连接信息再给我 待会发一下 把我的ip加进去待会儿 我那个什么 今天Jerry给我说 把所有的ip都加进去 就是从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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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那就多多 那你把那连接 你上次发过吗 我怎么没看你发的那些信息 我是上回又忘了吗 OK 你要是给我发一个吧 好吧 行 我就发全力吧 反正大家一起用 行行行 你是用了你的instance呀 啥 啥instance 它发过的时候就 一个azure的incidence 在这上面 你是中文界面 我看着都是英文界面 看着还挺新鲜的 我也特别奇怪 我进来就是中文界面 我特别熟 我看着还很新鲜 OK 我的系统是英文的呀 你可以看上面都是英文的 真奇怪 它怎么知道 真有意思 你是 它其实这个只是在 就只是在中国之外了 Valbo 就现在我们使用这双云 还是显示的中文 那个尾啊 打个岔 就那个Jerry说 今天问我们没有会 他问你 我给他回一下 没有 今天没有 咱们今天就直接开会了 没有 你帮我看一眼 你是GTS 等我看一眼 你稍微等我一下 我看你这个GTS 是一个数据库 我是把他那个名字 没有 他那个数据库的话 就是把点开 然后就是我当时 我当时creative的时候 他就是 他就对 他就有数据库 然后他就有服务器 这边 我加入的服务器名称 然后说服务器里面 他里面就有一个 那种预存的一个 然后还有就是 我自己create的这个GTS 也就是说你还是自己用他的直接用的他的Azure database 然后他create的那个时候他要问你一个server的名字 然后 是先进server 然后你才能把东西传上去 我知道 你相当于先建了一个secret server 对吧 然后你再create database 但是你是通过那个database 这个界面直接create的 而不是说自己在建的 对吧 对 我是那个什么 就是我现在用的secret server 是2012版的 然后他没有这个功能 就是把那个数据库直接传上去的这个功能 2014版已经有了 其实我也有下载 我就是懒得装 然后因为我在要在虚拟机上 那很麻烦 然后他那个什么 我就用了一个开源的软件 直接把数据库传到上面 我也用这个传了一个 那你我是自己在那个vm上自己建议secret server 然后再把它secret server再建议数据库 我跟你呢 可能稍微麻烦一点 没事 我现在你能展示一下你那个AS和2S吧 对对对 现在开始展示AS和2S 我只要想关心你这个东西 对 然后这个是datator 然后就是2012版的 这是我刚才建的那种 然后就从头开始 我就想看你这个配置 你这个是在本地机的 还是在那个vm上的 对 对应该是对于你们来说是本地机 因为我是用了Mac系统上的vm 然后装了windows系统 OK明白 按照这说呢 我今天才开始研究那个虚拟机的这个东西 有点搞不清楚 明白了 你相当于是本地机 对于云来 我是本地机 我是本地机 因为我看你的c盘出来了 OK 对 c盘 然后看一下这个随便请名字 就 sfas好了 我现在看看你那个就是 我连到云上连不上的一个原因是 就是他那个对方那个 你接着走吧 我 你先做这个time list这些我都知道 对然后就是选ais这个OK 然后你那些dimension啊什么的cube啊什么的 你就直接sauce 我就想看你这sauce sauce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 OK 就sauce确实没啥问题 但是sauce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东西我这已经量过了 我可以再量一圈 当然 就是我已经量过了 你这样吗 你直接open你一个已经做过的project就可以 你不用重新建 我都知道这个 我没有不用重新建 但是比较重要的是这块的intentional information 不能选这个 不能选dnsd三个 一定要选第二个 只能这样用 我就想知道这个 我觉得好像这个地方 OK 你一定得是e-service right 就一定是第二个 其他都不行 但第一个就 第一个要不就弹出来 然后其实你都不知道是啥 然后我反正试了无数次 你就算输入什么用户名密码 那就根本没有用 没有用 OK 然后就各组任何密码都不行 必须要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人家不支持 这个也没问题 我就想看你的deploy的时候 对 OK 然后我刚才就拿这个试了一下 就跟以前一样 就是加一个file to table 加一几个底线 然后我刚才试了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那个date 那个date那个table里面 date有问题 因为我没有改过 不是我自己create 然后但是我刚才试了一下 是他这个table的问题 不是这个程序的问题 我决定 这回那就把它删了 之后我用其他的好的delete 没问题 然后 然后就 你先删了什么 没问题 然后就见cube呗 对 见cube呗 然后measure就是 这一个measure吗 fact 对 然后其他的就是全都选 然后反正也只是试一下 对 然后就process过后 哎呦 你这就能process了 对啊 这就是我特别奇怪 你这怎么就walk了 我就这个怎么不乱呢 哎 你还真乱呢 你而且你这连的是edger的是不是 我跟你说原因是啥 你下来是cube server express express 我已经坏了 我上到云上去了 不是 我是说cube server的express 没有 我已经 你现在这个 你这个source和target 我就想 我看你的信息 你那config的信息 等你做完了 等你做完了以后 OK 然后这就好了 我知道 你这是完了 我知道 你先别往下走 我现在关键看你那个 刚才你那个右边 那个property 刚才你那一堆的 对 你点一下这个SSAS 右键 OK property 对 这个都没问题 你看那deployment localhost 对 我刚才本来第一次 那你这个是 你这个说明你在你这机器上 在你本机上 你有cube server的版本 你现在本机在转的对吧 这个事 对啊 这是你本机 你本机装的是cube server的一个全版本吧 对啊 我现在是想 我以为你啊 你跟杨老师了解 我以为你这个target server 和你的source 你对应的是云上的东西 哦 对了 现在这个rosa 就你的target server是本地 是吧 全都是本地 也就是说 你的那个SSAS run在你本地 然后你的source和target都本地 你先把这个关一下取消一下 你去看一下你的source 点一下你的datasource OK 把这个ide的一下 也就是说 我知道 你的source是远端 这没问题 我也能塞得出来 这刚才你也抢到这个informer 你看你那个对边的人 你先tess这个connection 这些都没问题 你现在是连到了这个云上 我也能连到云上 现在是你是从云作为source 也就是说你那些 所有那些真正的原数据 包括后来那个sourceview datasourceview 是可以从云端的那个数据库来的 但是你run这个AS 是你本机上有ASrun 是不是 你的service是在你这个local虚拟机上 你这边装了一套完整的 不管哪个版本的 SQL server的 估计至少这是standard edition以上的 对不对 对 嗯 这我哪个人明白了 否则的话 我现在觉得最难config的 你可以这关上这个 你cancel 然后你还去你那个SSAS点右键 刚才那个 对点右键property 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地方 我要是连到云上去 这个server 我怎么也配不出来 那个 我想让云去做这个 对 我也触过这个问题 不行 就去不了 他老是说我连不上去 他不仅是连不上去的问题 他就是不认 而且他的关键现在 我因为还没时间去研究 他很多port 他有一个privateport 还有一publicport 也就是说你还得把你那个 远端那台那边的机器 得给他打开那个端口 打开以后呢 你这边他才允许你 他也跟那个防护墙似的 他才能过去 所以我每次都会出现这deploy fail 就是你现在因为在local上 他就没有直接这些关系 他就自动就发给那个 应该发给AS 你再开一个 你能打开一下你的service吗 我想看你那个secure的browser 那个service有没有run 就是 甭打这个了 这个是这个的话 你我看你怎么看service 你打一下 我想怎么显示service 给我想想啊 我不能懂这个service 是哪 service就是windows的这个进程 想看看你这个windows的service wonder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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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el吧 应该 control panel 对 不不不 那个是task吗 你要是想task吗 他能打task 也能看 那control add deal 然后到那边我们看一下 我看看啊 怎么看你的service 我看我怎么看来着 我是直接点了一个图示 等我一下啊 service 我想我tech哪个common来着 mscs坏了 我哪个common 这windows这个东西 有时候 我还不是特别的 看看啊 control panel 你就这样 好像你这没法点啊 control用task肯定也能过去 应该有一个命令 等我一下啊 我主要想看你这个 即使连云的话 也有 how to open 我快速google一下啊 sorry Jerry找我 我要搞点事情 你没有 叫我 这打开了 component service common service 我想找那会计件 就从那个search里边出来的 你懂了吗 这个我来试一下 嗯 它是open 在哪块里 哦 这一块 我刚才怎么打开的 server select computer manage go to 看看这wind7的话 write click computer 你在动吗 那个 嗯 没事 大问题一下 你去那个computer write click computer 你可能打开一个browser 然后呢 打开manage 就是管理 对你 你这是中文的 ok 然后go to 等它出来一下 service 这里边就有service 服务和应用程序 对你来讲 这叫服务和应用程序 我的 对 然后找service 叫服务 对 这里边就看这个 你看 你塑造一下 你那个name 就可以 你现在已经塑造了 scroll down 打到s 你type一下 microsoft secret server 对 我需要看看 你这个browser 就这地方 你看 你的as是在run的 说明你的local 机是一很全的东西 不管你是哪个版本 你装什么版本 是全的 哦 那你最全的 怪不得呢 你看你agent 一启动 看到吧 你的as一启动 browser也启动 integration service 一启动 reporting service 一启动 你所有的东西都启动了 是 我以前用的cq server 那个express版 然后就是 那没有 就不会出现 NOS service 这一个选项 然后我之后装了完全版之后 它才出现这个选项 对了 他就是 我也看过 就没有as 刚开始 debug的时候 我们也研究过这个部分 OK 这我现在知道这个问题 我现在那就是说明 你现在也是试了 就是本机对本机 现在work了 一超过本机的remote的话 去做这个as 因为as就连不上 对不对 对 remote对本机已经搞定了 我是在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那个软件的版本 是不是比较低 我在考虑明天要不要重装一下讯息 把那个高端一点版本装进去 明白了 你呢 现在是 vysol studio是几 vysol studio是10 我用的是13 你secret server是用的14 12 也12 OK 这些都应该是差不太多 明白了 我现在就是说 说明 之后 然后改了挺多的 那你 你还记得你上次也是 今天爪跟杨老师在探究你 你实现了有没有 就是这种远端的as 这是为什么想 你这个 我现在证明了 就是你是在local run的as 我之前看了一个东西 人家说远端可以 我就想说 肯定是可以 就是不知道怎么set 我今天试了好长时间 就解决不了他那个 我也没有找到可以set的教程 这就是我今天让杨老师问你 然后晚上呢 我说 杨老师给我那个转答的这件事情 明白吧 就是说你实际上还 包括你上次演示 也没有run到云端上去 是不是这意思 OK 你现在唯一改的可能比上次 上次我不太清楚 我为你上次是sauce和target全是local 这次你去sauce是远端 target是local 是不是这意思 对 OK 但是你的as是在local 就说没有 你在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看 你那个远端 但是我因为跟你这个方式不一样 我在那个 就你现在显示这东西 我证明在我云上捆了一个虚拟机 就像你现在这个虚拟机是local虚拟机 我在云上去捆了虚拟机 也装了一个secret server 是一全版的 用email 所有的service全都有 刚才你这些service 唯一没开的就是那browser 但是即使这样 我通过他给我那些domainname 包括我想象的prol 什么54321啊 什么这些东西 我死活就连不上去 就是我想说这是as 刚才你deploy那段 你记住我让你看那段 你用的localhost那地方 我加上了远端的这个dnsname 我也是我 我也是我不行 加上prol的也不行 你看这prol它里边都是逗号 什么1433这类的 对 他就是上不去 这个可能有人能上去说 我说这个没时间研究 我说我以为你 你啊 是不是用远端做过这个as操作 那就没有 还是也就是你是还是local对local 从我说as角度 你source现在是用的远端 target的是用 把source吧 把source那个从远端这件事情 比bug了一下找出来点问题 其他就完全真的没有 okok明白 那咱俩现在都得要是要弄的话 要是想把这个转到云端 去做这as的话 看来这个还得琢磨琢磨 反正我是试了一天没试出来 喂啊 喂 那个你现在在那个就是在那个 Azure那个就是那个infrastructure service 你一个vm上面是不是装了都有 包括sql server 有virtual studio吗 有 那你 studio studio studio有也没有用 现在这个 如果是你比如你用那个vm 作为也作为一个local 作为一个target 然后也就跟这个实际上也是用 我知道这是我想试的 我还没试的 就是刚才不带讲了吗 我现在如果要在我那vm上 要是能装一个video studio 就能够模拟 还不知道怎么装的 那个virtual studio上面 那个emage里面没有是吧 不是 因为我那个cut evm 它是专门 我当时cut完以后 是装的那个 在那我的emage上 只是装了一个sql server 但是你说的是对的 因为我还没来得及 我像雨季那样 我还不如在local去做更快 对对是假 但是你说那个是跟我想的是一样 就相当于现在模拟谁做这种 他不就是相当于在local create vm 我在云上create vm 是一个意思 他也相当于把sql server 和那个virtual studio 是装在一个vm上 对 所以不存在中间connection问题 所以说那个 现在就是比如那个vr 在那个就是那个vm上面 我们那个build的那个sql server 可能有一个防火墙的问题 就connection的问题 但是咱们还没研究好 就是这个 sql server呢 sql server上面 可能没有不支持SSAS的 那个作为target 不作为不能支持SSAS的server 所以说你部署不上去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了 可能 没问题 你这样 你把你那个给我share一下 我给你看一眼 那个谁 你关上你那个share 你讲完了吧 我讲完了 那你就看看我说这个问题 我估计Rosa知道我这个问题 我正好给你看一下 反正我正好在这断在这 我就换机器了 好 那个我把那个 你是不 我把那个给那个 你现在别想昨天那天是吧 我把你给断掉那种 我不知道你怎么释放 应该是第二个是你 OK 这上次 应该是第二个是吧 他说是New Presenter 谁是New Presenter 是我吗 他搜Mine 没关系 我发发给你 不行 我们再来一次 没没 你就把那个 好了吗 这是看的是谁的 没有 哎 那个杨老师你再换一下 这是谁呀 谁在做 这是你吧 这是我吗 我再动指标 然后 这是你 这是你 然后 你再把你关了给我 那行 我再给你一下 咱俩肯定有一个 那个不在那个 哎 好 给你了 给我了 好 我可以收screen了 看见了吗 对 看见了 哎坏了 我就关了 现在更看了吧 刚才是停了一下 现在可以看 OK 没问题 你看 我把这拿起来 你看着我这个了吗 见面 那个Rosa 看到了 我是用那个 其他就不管了 我是用那个AdventureWorks 在试远端 你现在 我给你打几个 看我这个 这是我在远端的 看到吧 CQ server 这是我在远端的 跟你的很一样 我建了一个Adventure DW2012 OK 跟我的Local是一样的 我是用一个 跟你说的一个方法 是远端给传过去的 就我没有自己去create 我把这边的东西 用那个一个 一个软件 弄给考虑 考虑过去了 就是生成一script 我知道 我想用 这也我想跟你share的 你看 我本来想用这招 看到吗 右键 有一个task 还有depot 也看了吗 对 我知道 这个问题 出现了 刚才跟做那个depot一样 那个connection 死活脸不上 这个问题 跟这个 我现在要跟你演示 这个问题 你看我这Visual Studio 2013 这些都做完了 我是因为用它这个tortorial来做的 所以这名字 这project就叫这个 AStortorial 因为我想用它这标准的 然后你看我这右键 property 看到吧 死活不工作 你看我给你吃一个depot 其他都一样 你看我这sauce 因为你这比较熟了 我给你点开 你就吃这个sauce 这什么不出来 这sauce 容易点吧 看到吧 我这是云 sauce是云 看到吧 对 对 就这样 看那个57500 你看着特别亲切吧 我没有那个57500 其实你都不用那点啥的 这无所谓 反正你不用那project 也没关系 反正肯定是在云上了 然后我这connect什么都没问题 你看这不是跟你一样吗 testconnection 对不对 这是在云上 这是sauce 所以无所谓sauce 我这都不怕 关键是 因为我这本机没有那个AS 我是express 所以我想用远端那东西 这时候我一deploy 看我这个 走你 就出错了 看到吗 他就说我黏不上 死活我吃了各种组合 他都deploy fail 就这点问题 所以我才问你 是不是你是用云deploy的 没有 没有 没有哈 没有哈 没有遗憾 我还碰到一个问题说 你那个就是远端的那个 就是我当时本来也设置了一下 就是远端 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就是跟我说你远端上面没有那个什么cube 什么 我现在就说 但是我给你 反正在待问你那几分钟 然后我基本上讲完了 这个就知道为什么 我想问你是不是确认你那个是怎么上去的 然后我再给你看一下这个 等会我 我把这个 我给你上一次 我现在上远端那个机器 上去 我现在就上那云上 应该很快就能出 你看呢 这速度 OK 他能看见我这个吧 上去了 刚才不是杨老师讲了吗 我是想 他现在这个 这是我已经上了我的虚拟机了 杨面 对 没问题 OK 然后呢 这个因为我 等会 等会测试一下 先别上这个虚拟机了 我先 这虚拟机 我跟你想说的上这个虚拟机的目的是想跟你说这上的没有Visual Studio 是 我知道 我看到了 这个呢 有什么PowerShare什么都有 对对 但是 连Studio 我看好像 有没有啊 等等 那个Studio Mandum Studio好像有 对 这一项呢 就是跟你捞口机没什么区别 这个Visual Studio 这个SQL Server Studio是没问题 所以呢 如果杨老师说的这个是 对的话呢 是这样的 看看啊 我现在就上一下这个 Edge Microsoft 这这个 OK 有时候挺慢的 这个微软的 有时候能急死你 我现在free trial的 先不管它了 然后咱们去 如果你说的是可以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 使用 这是我那几个service 这是我的virtual machine 我现在如果点了我这个machine的话 这是我的machine 这是我的dashboard 我现在只装了一cq server 如果我在这上想 再new一个东西的话 这时候我就看from gallery 这时候就找virtual studio 对不对 那我这时候只要再装一个2013 跟我一样的话 就应该成了我local machine上的 就跟刚才rosa做的是一样的 我看应该是 我现在有一问题 我现在有点糊涂 就是你看它这里边又不一样了 在这上了 因为你即使装这个 你还得装一个ssdt 我就不知道在云上怎么装成dt了 你要用的就是dt 对啊 问题就在于 而且我还觉得就是 我是觉得 就是咱们本地机连它那个azure cq 那个database连不上 那这虚拟机它也连不上 那你再下面测试一下 看能找到你刚才说的那个t吗 不是 现在你知道我现在在本机上怎么做这东西 先不管你那个 就说能不能做出连通 你只要想看到 az的东西 必须得有ssdt 但是我相信rosa装的时候 它一定是要 你没有单独在装 你的video studio 是不是一打开你的project default里头 就有这个az的这个project template的 对啊 OK 你如果现在新装的一个video studio 2013的话 它是没有的 你必须得单独下载一个 而且装的时候特别特别特别 它要你是全安装 就相当于你又装了一遍 video studio的2013 但实际上装的时候呢 它没全装 它装的只是dt OK 但是2015版的还是2014版的是那种 但如果你是2015版 我是了 好像是不支持这个 这dt又改了 我装了一次2015又干掉了 2015是不能做这个dt这部分 反而不是anyway 最后2013和d版本反而倒有dt 太奇怪了 反正所以现在你要到云这儿来 我现在当然咱们你们在这儿 我就不着急了 我只是说刚才杨老师说的就这意思 我在我那虚拟机上跟你现在做的一样 因为现在证实说明你也不能remote的吧 只能合在一起 我就假想我在我同一watcher machine上 又装SQL server 又装visual studio 这时候我用我这个远端的这个watcher machine上的visual studio 去create a project 应该能够访问它本机的AS 但是它不一定是在一个机上吧 我现在在一个机上create啊 没有我的意思是他们放在上面 这就是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就是想做个事 因为你看它这出现了一个create a virtual machine OK 我就怕它又cross isolate两个watcher machine 我觉得是两个 两个 这个我就没敢 所以我就没敢试 但是我就想跟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这是相当于我已经有watcher machine了 在这个watcher machine上 你是看不到那个 这个就是我今天老出现的问题 它一会儿就什么都没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就乱乱就没那个界面了 你看它就断了 它又来了 就说这个上呢 我现在只是CQ server和它有关的东西 它通过emage打包 它插全给你解开的一个watcher machine上 等了好长时间 它才出来 这个run了好长时间 它才给你抵破成功 完了出来以后 你当然CQ server这些东西都没关系 远端近端什么的 这些数据库反而我都给弄了 但是现在我就不知道 我能不能个Vito studio 也create the same watcher machine上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可以 但咱们现在这个要花功夫了 那个是这样 那可能这个可能还得要像这个 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了解了解了解 这时候就有选择的这个 包括2013就有好多版本 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我可以试一下 没事 嗯 对 这我可以去试 不但今天 今天那个 Rodas 谢谢 谢谢 你实际给我证明了一点 就是我一直想跟要让你 跟你肯定的 就是说 你没 有没有通过云端来run这个AS 说明你也跟我碰到 刚才展示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就说 这地方通不过去 就是这个property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不管怎么设 这块我都过不去 我也过不去 而且你看他这地方太简单 我原来想这地方 你点它应该是一个 像这么的一个东西 要是像sauce这 我觉得就make sense 就说 你看这sauce这 你还一edit 还能给你选什么authentication 用什么secret server authentication 而在这个地方 你还有密码什么的 到这地方 它就简化成 就这么简单 就是一个property 一行的 一个target的 这么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怎么也不知道 怎么config 但我相信有人config 它那个关键的 可能azure 那个seql azure 它不支持那个ss 那个ais的那个server 所以咱们 你deploy deploy到 不能deploy到它上面 这我看 反正没找到 这个讲这东西 如果反正你看 你要有什么 要等你有空的时候 你要看到什么东西 share一下 我也看看 反正是想着在云上 去run这个东西 就说 remote也好 看来还是不行 你先做你这个东西吧 因为今天耽误你不少时间 没事 我也是学了一下 就debug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你还真是 这个试了很多 所以我想你上次就试了一下 我就想跟你confirm一下 这就不是咱俩的问题了 反正是至少哪没东西 杨铭这就是在本机的 sorry 这个remote上的那个 man's studio 对 但是这个就比那谁的全了 他那个就 你刚才看他那个 从adder来的东西特别少 你看我这上的东西就很全 对对对 然后刚才不是说到那个service吗 我再给你看一眼 这个为什么我能证明 他在这云端上都有呢 既然刚才是从control panel sorry 从那个PC 从computer上 computer上 computer上 这个这是Win8 我还挺不适应的 没事 从这 manager service service在这 这个Win8还跟那不太一样 你看了吧 这今天我其实就在这 来看这东西 为什么我说 我不会挑刚才你那 怎么找到了 你看这了吧 我这里边 你看这个就没有起 signal server browser是stop的 但是你会看到 cloud adapter AS是running的 这个server当然是running的 integration source IS是running的 RS是running的 就是这个没有 所以我刚才我就不知道 我说是不是这个得打开啊 什么的这些 因为他现在是disabled 我不知道他那个远端的时候 是不是要通过browser 这个实在是不知道 不懂 应该 其实那个刚才rosa 我不知道你说在云环境下 是吧 我现在这个是在 刚才那个 rosa那个pcbrowser是打开的 是吧 但是不会的 你把它stop 它应该是work的 应该 不是 它这个signal server browser 不是你那个browser 不是IE 是signal server 刚才那个rosa 我们不是到也到这个环境下 但它是run的 它是open的 我们把它stop了 它也应该work 应该是的 我觉得跟着没关系 我直觉上 没关系 应该是没关系 可以Nosha试一下 把它stop下 应该也一样的work 应该 我直觉上可能跟着没关系 如果在本机的话 对对 但我不知道这个远程的 我原来以为就是说 想知道就是如果是不是远端要打 因为我看有人在讨论这个browser 但我也没搞明白 因为那个如果是那个远端不支持 那就那就是它是没有这种server service 所以说确实是 确实是 我刚才讲 我看一下 我们我看一下 那个在那个查一下 它好像是你看 关键是叫pour它吧 它知道这是它datasource 它说类型是ssas multi-dimension 但没有说是否它是可以把它作为target 作为server 把它部署到上面来支持ssas 应该我先把这个关上 给你看一眼这个 你就看这个world machine这地方 这个地方 从endpoint来讲 实际上它 我还专门为了这个去open一个series open一个endpoint 因为这它default是2383 privatepart 但因为这就为什么会出现 我这边的一个 刚才给你们看的configuration 怪怪的 就是我看在他们讲的这种pugport 是用54321 所以我才把5321在这上config出来 但即使这样它也不work 你看我用5321的polyport 来mapping它这个privatepart 通过tcip过去 就像我给这个打开 刚才road说这个不用打 我也不知道这是它 他们讲 我就没写sqserver 我写我这本名了 但实际上这就是sqserver用的part 是57500 所以它会倒号57500 它本身的part是1433 所以就这些东西反正我还没明白 也不是不明白 就不知道就是说最后是不是在哪地方没set的对 大概就这样 应该是你的问题了 应该是他不支持我 我到google上查一下 他应该不支持 没事没事 就反正就大概 他说他sauce 就是他的那个ss的multi dimension 他说他sauce的类型可以支持 他那个server端 你是否能把它deploy到他的那个 就是那个ssas deploy上去 他很不支持 对 然后那个rosa你是这样的是吧 你是在这儿 cqdatabase 直接这儿建了一个instance 是不是 嗯 然后你在建这个的时候 他要求你有一server 你那个server是从这儿来的 对吧 你那个你是从这儿来的 跟我那个呢是反正 我是先建一server 自己找image建的cqserver 再建的database 你是用platform as service 我是infrastructure as service whatever 不是 你这叫database as service 我那个是叫的platform as service yeah ok anyway 反正咱俩这个 但我现在说句话 你如果从这儿建 我当时为什么没卷这个呢 我现在担心你用这个建出来 as肯定都没有 啥意思 你这地方 我那好歹是一个 你看这也是一个watcher machine 然后我自己建cqserver 它这个全版的image里头 带了一个所有的东西 也就是as和rs as is都在这里 如果你这种方法建的话 从这儿建的话 你这是真是一个database 你这里边会有那个as is和rs 你怎么知道呢 它就是database 你不就是让我建了database 我知道 没有 我就想说 如果从这个地方建的话 你连那个 你只能做sauce 你不可能有as 是吧 没as吧 应该 给sauce 就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数据库的功能 就是往里扔东西 然后往外加 我主要跟你说这个 我说跟那个杨老师讲 杨老师你看他这个 如果你从这个数据库 裁出来的话 他连那个as都不会绑在 因为他就持续数据库 是是是这样 对 我还是得建一个vm 装一套整套的secret server 然后才能够把那个as和rs 在云端上建出来 就是你必须在那个 对 装一整套的东西 它实现的功能 实际相当于只是遭这儿了 对 就直接给你 就从这个地方出去了 但是他为了弄那个server 他弄了一些简化版的 必须得给你弄一个server 但他这里面就没有这么多的这些 所谓的这种附属的service就没了 对对对 我相信他可能这样是一个减满的sql server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我就瞎猜 云上面的数据库 对 对 他只是他相当于在那个server的一级简化了 只是data base这个service上 他我估计他没有发 他以后要想发展 他比如他可以出一个sas这么一单项 让你去create一个service 或者is service 但是他可能后台比如说sql server那就不管了 但他可能会是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选项 而你要是自己建的server 它是一个bunnel的 对 大概是这么 我是这么猜一下 根据现在这种情况 but anyway 现在看来还是得在 在gallery里面是没有sas service的 没有那这样的意思 我感觉好像还真 你看 等我看一看 因为我只能看到sql server的一集 等我快速看一看 我收莫信 点出来 然后new sorry 然后watcher machine 哦 他这地方全部都是 我还没分在已有的机器上加东西啊 他一动就给你新的一个watcher machine 你明白意思吗 我看我点这个呢 你看他这个到data service这一集 不到platform这一集的话 他直接就database 你看这里边没有你说那些service 嗯 嗯 然后看看appservice呢 appservice可能都是 都是那种更像beastalk这一集的 就这种 active directory net service service 然后这个是marketplace 也就是说你要想装的东西 还是得从watcher machine开始 因为how cloud service呢 也没有 batch service mobile service 那就只能自己creation来找image 这就是image里边呢 有studio sharepoint windows server sql server biztalk 其他的 还有oracle呢 天哪 然后到你看他没有 你只有在这个sql server里它bundle进去的 你比如我找这个我装的2014的这个吧 sorry这个不对这个rtm的这个standard这是最全的release to menu perfection 这里边你就知道他会有很多这些其他的service了 因为这从网上我看的 你可以看到他里边asrs什么的就都有了 比较全的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用a2以上 也就是如果你以后付钱的话 这还是比较多的 嗯 就是他的要求比较高一点memory和cpu 因为他是一全版的 要web版的就要降低一层 但是a2也是建议你a2 所以大概是这样 行 那那个时候的多谢多谢 谢谢杨老师给你 把你那个给那个效果来帮助给看一眼这个东西 因为我这个试了很长时间没试出来 我说我说看看你是不是试出来了 没有 我明天再试试吧 别着急 这个事不用那个 你先把那个咱们那个project那个周末 要有什么东西展示的话 可以 他们现在那个数据正好想问你一下 他们有导进数据吗给你 刚才那个Jerry就 他说他把那个C sharp的那个东西已经写好了 现在就想往里导 然后他需要让我建一个临时表 那就是他还是用临时表 他上次他说他不用临时表 他还是不行 我现在如果用这个database的话 好难建临时表 累死我了我在写code 那Corey的那个statement是吧 没事 这个搞数据库就是这么麻烦 特别tds 但是没事 你现在这个工作经验就是网管 数据库管理员加上web designer加上database designer 你就是多重的这么管理员 所以你这个工作经验就比较丰富了 没事 就多弄 你看我还有这么多credit了 但是我好像就是你如果开始用的话 就好像很快就刷下去了 对这很快 因为我现在开始乱起来 很快就没有 昨天还没怎么用 今天就因为用了好几次 他一下就下去了 没事 行 姚冰呢 先就这 好好的 好好的 我接着这个开来 不管是我想办法 但我觉得我要是像刚才那个 如果在云端试的话 可能还会出现两个温充模式的问题 我还尽量在现在log上先试吧 对对在logo 因为我觉得那个可能会又得突破两个温充模式 之间的这些联系的问题 更麻烦了 有可能 有可能啊 但是等我有空我再试试那个 等我一下那个Villam 啊你说好 我发现cq server的语句和 Azure cq的语句和cq server上用的语句不一样 真的 就不是不一样 就是格式不一样 哎呦 这我还真不知道 有什么不一样的 就就你看它大体上是一样的 但是管格式完全不一样 啊 这个也太重了 这个我当然再注意 这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刚开始就是 我我不是点个右键吗 就是我是在那个management studio里面 那个在Azure上面那个database 然后他那个table 我就想create a new table 然后点右键之后 我发现 然后我就按照这个和我以前那个 不是用 我就本来是想抄一段 嗯 然后我就把我那个generate的出来 就是我以前用的那个东西 你直接放里面不run 它不work是吗 对 哦呦 这是新发现 还真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刚刚那个 在我这个management studio把我那个连下来了吗 Adventureworks 但是因为我装的是一拳板 我发现我点着右键什么的 因为在local嘛 其他都一样 其实我在云端create是不是真正意义的Azure database 你是真正的Azure SQL 你是真正的Azure SQL 我是云端的cqserver 那那个William能不能在你那块建一个新table 让那个Jerry先试一下 我在想我今天晚上可能给他建不出来了 这什么意思 就是你 我把我这给你吧 你连上就好吧 也行 因为我这是cqserver 行吧 oh great 可以 我给你那个链接 我把那个那个什么优惠名的密码 没问题 你现在就上吧 等会儿我给你 我现在给你 怎么给你发到邮件连 行 没问题 你现在就试成的那个单东弄了 等会儿 那你就先别给别人了 就咱俩知道就行了 行 你那个到时候发出来 我上你那个 但是他需要上去那个啥呀 他的也得需要呀 那没问题 那就给他用吧 没关系 等会儿我把这个打开 我看一看 我觉得他比较着急 然后想让我给他搞 就是给他弄一个就是 就是他今天晚上想试试 然后不是周六要给演 就是给大家present一下东西嘛 然后我就觉得 我这个压力大 我还得学着东西 就要一个头脏 等会儿 我把这个 这个是 信息给拿过来 你都能看见这个 你可以 我还是给你看的 配置下来吧 只是我把密码给你就行了 信息就在这 这是得的信息 然后是 你要那个57500什么的吗 你是想怎么进去 你是通过上 温柔码信上吧 还是说 不是不是 我用那个 我用那个 management studio连 ok 那你是这样 看我这信息就行了 对吧 这个 对 你用它怎么连的 然后你给我截个图 然后告诉我一下密码 that's ok 对 就这个东西 看了吧 在这地方 这server信息 这connection 只要给你密码就行了 对不对 就这块 等会儿 等会儿一下 那个什么 你把它那个 我给你弄过去 你别着急 我现在给你 把这信息给你写出来 就在这 先给你发过去 这个 然后呢 57500 这个不用 我这 你不用就不用 我给你弄上 反正我是这么用的 然后这是我的那个 user id 我的 ok 给你password ok yeah 空门是password 对吗 对 这是password ok 等以后再改吧 先不管它了 这个是 这应该叫什么 先不管了 就给你先发过去吧 好厚的一个名字 哎 这个打那个就可以了 打rosa 他应该出血 所以你就打个r就出来了 对 对 行 哦 无标题 好的 我给你 发上也没可能 这个是secure server 你现在试试 看行不行 然后省得到联盟上 哦对 你有没有把防火墙打开 哎呦 可是我连的时候 他 哎呦 我还真不知道在哪设的你 你上去 你让我在哪给你改 在那个w 我先试一下 看我能够明 我觉得你够强 要听你这么说的 我是得把你在哪给你打开吧 因为他认识 他认识我的IP 不一定认识你的IP 对不对 no 不行 我连不上 那个在在这块 我跟你说 然后看一下你那个页面在 你打开 打开那个云 我在云 在呢 哦对啊 哦 能让我看一下你的页面 哦对 我这太多页面了 头疼 然后你把那个右边 呃 你是在dashboard上面 是看 你这是哪个版本的 我一样 这就是 不是这个 是在dashboard上面 吧 然后右边 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IP的一个 他没有 我的就在右边 我不知道 warsham machine 怎么加这东西的 哦对 你的warsham machine 得去warsham machine加了 我是在warsham machine上 这是warsham machine 你看不到我的 sore你得那么连才行 我这就是warsham machine 我看到了 resist new portal new sqlable resist remote configure new portal 因为我上去是通过remote desktop上去的 那不对啊 你不是也用manman studio上去吗 对啊 奇怪啊 那我怎么就能上去呢 我就这么上去的吗 这不就是我吗 对啊 对啊 哎呦 这不就是吧 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的就 他也没要求我 你能够什么东西 这是property 我不行 你这样吧 我跟你讲啊 对 你啊 对 我教你一招吧 对 你就 我装这个东西还是挺快的 你如果想做一个的话 你不是已经有一warsham machine了吗 有了 你 我跟你讲 特别快 当然就是他转的稍微慢一点 你不已经有这个account了吗 反正你现在也是这样 你就去刚才我说的移民证 有�一个特别快 几快 反正你现在就有两套了嘛 也无所谓 一个是用他的service 这样你还能试你的AS和RS 跟我一样 那就是创建 创建image对吗 特别快 你看这 我告诉你怎么来这 看了啊 watcher machine from gallery 然后你也跟我一样 选这个secret server 这个rtm 这个standard 等我一下 然后你就是选 然后点完了以后 你就直接选A2 他弄完这以后 他会让你选哪个机器 起个名字 我选的什么holyland 随便你选一名 然后很快就出来了 然后他就会进第二层 一层一层就开始走了 很快 他只是在run这个过程 可能要take 最长是半个小时 最长 我现在因为我当时没在这等 我知道微软那边在云端那边 要等一段create 你就选最低的那个basic 然后加上那个 用一个A2就可以了 Basic是在哪 就是它那个 它是tear吧 它有一tear 当然都可以改的 反正现在是免费到 无所谓 你就随时可以调的 你现在就选basic 是D1是吧 那你看 我这已经出来了 然后你就考 我现在给你显示我这个 你再选我这个value就行 因为你这已经完了 你看在这 OK 这个 Basic Mortials Mortions Size 选A2 因为它至少得A2以上 好的 然后起个名字 对 你起名 像我起 Hollyland 你随便起名字就行 然后 最后他会给你Hollyland 什么加一个cloud 什么 最后就成立一个domain name 它自动的 然后这个server 弄完以后 它是相当于在run的时候 最后出来以后 可能会让你reboot的意思 然后这emage就出来了 然后实际上就相当于 最后是在这场 能给你create一个secure server 有没有意思吧 相当于给你建立一个windows server 加上secure server 有没有意思 好的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 就省得再弄这些什么防火墙 我怎么不明白 我上哪 我也没塞防火墙 我已经开始配置了 很快 我觉得比大家调这个防火墙还快 这防火墙太痛苦了 我想想 那个什么 Jerry以前弄过虚拟机这个东西 我觉得Jerry他们俩可能熟一点 Jerry和那个谁 瑞达他们俩弄了半天 做那个hde slide 他俩弄了很多防火墙的东西 可能 但咱们他们没弄secure server 他们是从这地方去compute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可能建的很多是 sorry不是这 在这地方的时候 hde inside的时候 他们做了很多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地方也要求建watcher machine 我问一下 它虚拟机上的防火墙怎么干 行吧 反正你要能弄 你到这儿告诉我 你原来上网那也行 你要是能create出来 你就create出来 好吧 反正都一样 我这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数据库 就这么一个 建了一个 我还没把GTS导过去 因为我想本来想上你那个 所以刚才问你要你的信息 但是因为刚刚那是AS 我说就不着急 我这个是肯定已经打开了 然后我问一下Jerry 然后如果Jerry可以的话 我 诶 已停止 不啥停止了呢 没 你别管他 他要run的时候 他要先要经过五个过程 run stop provisioning 再stop 再run 一共要经过五个阶段 你先不管他 他run一段时间 最后结果是running 好的 最后一个阶段是running 你才能动他 他要经过五个stage 他至少得10到20分钟 你先别着急 他没有什么不会出什么错的 因为他是standard 行 那你要问我 那我就在群里叫你了 行 那有什么 我让Jerry在群里面跟你说 OK 我这个可能 没你们看那么及时 有时候我看比较慢 有时候 OK 我已经发了 我就at了一下他 我觉得那个什么挺好改的 你发牌了 我看见了 OK 要不再看看那个 应该suppose 应该是configure里面吧 哎呀 可是configure里面没看见呢 monitor endpoint 我对不是这个点 我觉得不是endpoint 这应该有一个 因为你本地地所以能run的原因 是因为你肯定下载了一个certificate 或者这个就你机器里的话 你看我为什么能远端连过去 是因为我刚才是用remote desktop 是他给了我一个东西 我才 你看这有一个certificate 我才能过去 但是你现在是要连数据库的话 我相信我 为什么我就能过去呢 我也没塞着任何东西 我也没塞着任何东西 虚拟机普通认识 你看我这不就这么一个很难是吗 但是你看除了这个能上 其他我都上不去 包括咱俩做那deployment就上不去 所以说其实不一定能搞这件事的 你看这地方 也没有看到 我今天本来想在这看 看半天没看出来 这没有什么可以config的 就这类的 尤其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太简单了 我找了半天这些里头 就看到了一个target 还是看了网上讲的 54321 我说这per number也太怪了 这么简单 然后build 你看都没有 让你弄通54321的是吗 网上讲的 他说让你用54321 但你不是觉得这没什么吗 把000加到IP列表里 在哪加呀 是虚拟机 对 你问他对 我看到了 他今天理咱了 咱就可以干活 我相信他说这肯定应该有 在哪呢 要不然你见着他也用不了 哎呀 我这卡的太用不了 至少咱俩先试出来 要不然你也上不了 我这台机器 对哦 是一个道理的 对就是一个道理的 把账号给他 好家伙 账号给他 让他上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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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上来就行了 再发就把所有东西都放到微信上去了 你跟他说一下 让他上这个账号 我让他上会吧 对 你把这个给他 得 今天没开会 还敢开会了 比开会的时间还长 这就是 这就是做项目 没事 这只有都是微软专家 不是 我特别不喜欢微软 我更喜欢 使用Linux Linux 对 我以前还用什么 Red Hat之类的 然后他记得特别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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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没那么快可能 感谢观看 为什么这ID ID不存在 27 我再看一下 278 987 我看一下 987517 没有M 没有 他上的是TeamViewer 你告诉他上的是GoToMeeting 我一看完M就肯定是TeamViewer 我先 visible 我看见 encore多 tweets well 我看见 一个 是 Wilhelm,我的虚拟机搞定了 哈喽,人呢 我mew到这儿了,sorry 你现在就去,你就直接上没 那就行了 理论上就出来了 就是你得像我这样的这种 上到这里边去了 就是你要想进的话 应该是一个secret server的话 你得上到这里边去 然后就起来你那个server了 但是现在应该你这儿应该已经出来了 但是你得加一个 你说你那个不用加那个 但我这也是必须得加的 我告诉你啊 你得跑到这个地方 这是必须加,就这个地方 你抄我一下 必须在这地方加一个underpoint 然后重启你这个watcher machine 你去加一个,这个add 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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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dd 你add以后就选了standalone underpoint ok 然后,然后往下走 然后这时候你就直接选他那个 我这一下写了一遍 你直接选他 myscl,底下有myscl出来了吗 myscl,直接选他那就行了 myscl 就是msscl吧 应该的确有一个标准选项 然后公用端口1433 私有端口1433 就是要写这57500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要写57500你那不用了 然后底下两个那个什么创建,负载,平衡集 都不用了,都不用点,都不理他 ok,已经 好的,那个Jerry应该上来了 对,然后你重启,然后restart你这个watcher machine 这个怎么样,restart 他说都在空心,那就不用restart 那他就相当于自己在start了 对,然后他那port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这个回到这个dashboard了 然后就是用你这个就可以连了 就是这个,这个加上57500 然后就可以 但因为你现在没有database 你只有master 所以呢,你得能够连到这个remote这个上去 你没有意思吗 你得下载一个他的 我看我当时怎么下载这个HDP 那个Jerry上来了 那个Jerry,我们知道,看到你了 然后现在我们正在解决问题呢 找到怎么样改IP地址 找到了,在哪 就在sitting the old settings 哪呢 那个就是你要进去 进到那个virtual machine里面 然后 你把它打开,我看我这个页面 我这个页面我也不知道 我这个页面,我当时打进去 对,是在虚拟机嘛 然后你在那个仪表盘,那个dashboard dashboard右边的第四个reset 那个远程配置 这个remote 这个 这个 对,然后把它点开之后 然后点all settings 这个点一下 哦,在这儿,哦,在这儿,明白了 哦,你看我这都没动过 那我这IP它怎么知道呢 我怎么不用点IP呢 嗯,这个I don't know 我觉得这种连接问题完全就是靠我运气 没有,我相信我这里边是不是下载了一个 我机器是不是有certificate 要不然我怎么上来呢 我记得我当时上那个CQ database的时候 他就是常自动把本级地址已经加入了 我就在想这问题 他是不是本级的能自动的就上去了 他有一个 上面好怎么就能确认我这也有一些scretion 在哪儿加呢 我看看 这里叫IP地址 就这里吧 哦,你看那个IP地址 嗯,等我一下,好像不是这儿 这不对啊,这是你的那个IP地址吧 这是本身的incidentIP地址 诶,users 这privateIP,waterIP是指这个instance的吧 还不是防火墙的概念吧 这个是虚拟机的IP地址 对啊,就是,我就说了 转掉来了 这个IP,这个上面这个虚拟机有两个IP地址 一个137就是公网的地址 下面那个privateIP是10.74 是用在虚拟机内部的地址 我就说这个是他自己的这个地址啊 是整个虚拟机自己的,对不对 是的,他你每一个虚拟机 他都给你分配一个公网地址 所以啊,这个不是你那个防火墙 想打开的那个东西啊 你给我看一下你哪个界面需要防火墙 我怎么不知道 我这里面好几个地方有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 没有,我不知道是他是这样的 你看我现在这个,你能看我这个界面吗 我可以看到,你这个是那个 我从那个Manuel Studio,这是我在网上的云上的CQServer 我想让你们能上的话 刚才Rosa想上,他说他连不上 我这边没有塞得过东西啊 我也没有玩 等一下,你现在这个界面是Video Studio对吧 然后你是连到了 我是一样的,你可以理解声音 我这是用的那个Manuel Studio一样的 OK,然后你现在连的这个数据库的是在什么地方 是这个 虚拟机上的 在虚拟机上 然后你想挨着连到这上面去是吗 不是,是想 比如你也能上 刚才那谁想连上我这数据库 连上我这个我准备先 但是他连不上我给他的那个IP以后 不是给他那个DNS以后 这是我的 OK,那你要在你的那个SQL Server里 你要在你的那个虚拟机 那个就是SQL Server里面有一个IP地址的Range 你要把那个加进去啊 我们才能够连进去 那个应该在 我看啊 我是Virtual Machine上自己create SQL Server 这是我create的 这是我在云端上的Virtual Machine 但是你在生存这个Virtual Machine的时候 是用的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那个Windows Server 还是一个就是安装的是一个SQL Server 装的一个用它emage吧 装了一个emage 对 那这个地方就是要那个 就跟那个Rosa 我跟他说的是一样的 就是你需要把我们那个地址段加进去 我们才能连接你 在哪加 他就是想问你 你看这是我云端的 OK Rosa就不对 这要在Azure上面去加才可以的 就是啊 这个是我在直接上这虚拟机上是不可以改的 对不对 得在那个控制端嘛 在Azure的控制平台Dashboard里面改的 我就在这呢 所以就不知道呢 你稍等一下 我记得我改过 你稍等我看一下我的记录 configure setting configure这好像也没有 这个underpoint不是吧 等一下 信到这个 你要你选 你先选这个sicle server 然后呢 我没有sicle server 我只是有water machine 你选择view 我看一下你有什么东西 view 就是在Azure的这里面 所有的就是你的虚拟机 这个就是你的虚拟机 就这个 column 我只有这一个 你想参考我才是吧 ok 那你这边不是 ok 你的sicle service 我这个是在这个虚拟机上装的数据库 所以你现在要看的话 是在这 问题是问题就这样子 我不明白的 就是这样子的 你装了虚拟机的这个image 你先装了虚拟机的image 然后在这虚拟机上装了一个sicle server 对吧 对对 这是我的那个property 我连的 所以我在我远端 你看我在这边 只是给了一个fullname 我这个logo端 你看我就能上去了 这是我logo端 就是我从我自己本机 跟远端那个Mendment Studio 基本上一个信息 只会加了一个 我刚才open了一个port 所以我有57500 刚才那个Rosa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我必须map一个publicport 给他open才能上去 OK 然后这是我自己的connection 那个UCID 这是我的server name 但是我把这个给了 他密码给了 他也上不去 就说 somehow我这上去 和他那上去是不一样 我这边一定是不是有一certificate 老口端 但我不知道怎么弄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 首先你装了这个sicle server 是这个过程是不对的 就是说就是在error里头 要装一个sicle server的image 而不是装一个windows的image 然后在那里面装那个sicle server 你有没有意思吗 我没有装 我装的时候我告诉你怎么装 我刚跟你也讲过 这个warsher machine 是他自己帮我create的 是自带的 我不是我现在走到这里来 我不是create database 从这上的 这个是service as a service 应该是叫database service 但这样我因为我想要他的 还有一些sicle server的功能 不光是database 所以我的是从这儿来的 看见了吗 我是compute 然后不是一个warsher machine 在你warsher machine里头 我可以from gallery 然后这时候我选的是windows server 的standard edition 这时候他就是下一步 就是一server 在下面选着什么哪个CPU 最后出来以后 他就整个连这个warsher machine 和这个sicle server 装完了以后就给的我是一个warsher 有sicle server 什么warsher machine 所以我上这以后 我一看就全都运行了 好对 那对这个过程是对的呀 那我说 所以就不知道你说这个IP在哪打开 我不知道 再会等一会等一下 问题是你这样装了sicle server以后 你应该是在那个 在那个 我记得这装完以后 应该在那个sicle database里面 也会出现一个 也会出现一个这个就是 没有你看这不是这样的吗 我是sicle 不会出现的 这个好像是跟我上次理解的 就不太 因为这个你现在为什么会把你给叫过来 就是因为这个database是rose也在用的 他给你create完了以后 他说他的command那些都变了 他现在特别慢用这个数据库 然后我跟他说那你就回到这个image这个上 这就相当于跟你捞口机没什么区别的一个server 那些command line都是一样的 所以才出现刚才把你叫过来 因为在这场run的时候 这些基本这些所谓的这些命令什么的 就都跟 你看比如说跟你本地机用起来的一个区别 因为他是一个email 你看slag什么都一样了 但是要是rosa当上他刚才他演示了 他从这地方create出来 是叫adger database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专门给云做的这么一个 他说他连我不知道 刚才rosa讲 他说连那些command的那些都跟原来不一样 比如我把我这个sql server 粘着一个create的东西 他说不能直接在这上run了 你把你的账号密码发给我一下 我来从我这边连一下 我从我的VIO studio看一下我能不能连上去 你说我给你是吧 没问题 我这在这个我把那有点for给你就行 我刚给rosa发过去 等会啊 反正你们俩知道就行了 在这呢 你看得见吗 for给你啊 这个是 Jerry 这个 这个应该是不是 虚拟机也一样 虚拟机也可以这么进 虚拟机要是进的话 是不是得用我 我想这虚拟机是不是也是这么进啊 虚拟机不是这样进的 这个sql server 虚拟机有单独 你得用remote desktop 但是一样的 你只要有这个就行 我是因为我是从我这remote desktop进去的 这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虚拟机也是这个账号密码吗 我用的是这个 你看是不是这呢 我先等一下我看一下 是的 是的 你看这个 看那个 一样的 我这俩用的是一样的 你没关系 你都可以进 OK 那么我看我试一下 我看一下我能是否直接进到你那个 虚拟机里面 但我不知道他会 呃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判断certificate 这是我就不知道的了 connect 而且就是说如果我进了这个虚拟机的话 有可能你会被kick out吧 我觉得 我就无所谓 kick out就kick out 所以我就说他可能会判断两个人在上 我怀疑你不一定能上 我总觉得他应该会判断我的 local机的什么 这些certificate 但当时我也没装过这些东西 是不是当时装的时候 就就是有那个 一些certificate 或者一些 一些对你的这个本机的一些判断 这个有可能的 因为我没注意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不知道你说的IP在哪 为什么我就不用IP就能上去 你不需要IP 因为他这个域名是那个就是 不是 就说我从我本机为什么就能上去 我也没send什么东西嘛 我就直接这么就从我本机的这个 studio就能上去 但你们肯定上不去 刚才那一桌的使的 用我的信息 你让我试一下 这个也有可能是 是不是只认为 同一时间只有一个instance的链接呢 就你有没有试过 你把这个断下来以后 我stop啊 disconduct 对 disconduct ok 然后你让Rosa试一下 Rosa你再试一下 我再试一下 我停了 No 等一下我来试一下 我把我这个虚拟机关了 我退出去 你你你你先没关 先没关 我正在试你 连你的数据库 你先不要关 我先连一下 然后 你要想连数据库 还是上我 我什么是两回事 我刚给你发那些邮件 是指数据库的链接啊 你必须得给他Port number 57500 这个是我数据库的 这是数据库server 这是credential ok 你要是虚拟机的话 不用这个Port 我正在连 57500 这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呃是因为他要求在键的时候 你可能刚才没没没注意哈 这是 我再回到我这 我说不是 我刚让你Rosa加上 Rosa也得做这过程 不是 which is 在这呢 在这呢 这个说你在做这个Machine的时候 在这endpoint的时候 必须得加这个57500 当然这个是我听他们说的这个number 就像RDP 这些都是标准的52 345 这些都是他default的设计好 57500是他们用那个cred server的default public port ok 这你必须得加进去才能 run 这东西 就是remote才能access the secure server 我这写的名字可能不make sense 但是相当于secure server 但是相当于secure server 我没动过呀 这是他给tankrate出来的 我什么都没动过呀 default的我一点都没动过 我现在能看到你的IP地址是137135 这个就刚刚我们看到那个10656 对 然后呢 那就是说你这里面有一个防火墙 应该可能是把它关掉才行 嗯 你在那个setting里面去吧 我看 我看有一个 你说在这里边的 对 在sever里的 嗯 对 就这个吧 administration tool 然后这里面这个 Network and internet 然后这里面的 那里面的 那里面应该有个 哦 就这个 对 对 嗯 private network not connected 你刚才看到前面再往前退一页 对 然后你看到这里面有吗 就是allow application through windows firewall 你点一下这个上面写什么 如果 对 这个你先把我 你就这样的直接把这个防火墙关掉 我们试一下 就在这里面 点到回回回到上页去 回到上页 然后点击这个check firewall 然后 这里面有一个把它关掉的地方 这怎么关 嗯 啊 Change notification Turn windows firewall on or off 在这个第二 这不能做 那 左边 左边的第三个选项 对 然后 把这个 off 对 turn off 然后 这样子 public network setting private 把这两个全部都关掉 OK 然后 OK 然后 no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有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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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它有些问题 你会把这一开始先来 这云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呢 主要是windows这个设置有一点不太方便 我觉得 我记得好像有了我记得会有这个问题 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 所以才有问题 我记得你当时弄了HDinsight 是不是弄过这些东西 弄过弄过 这些都弄过 当时就是那么一下解决了解决了 就觉得没事 我洗脸 上那个 我才遇到 因为我自己没出现任何问题就上去了 但是我们今天本来讨论 今天上这个线不是讨论这个问题 是讨论那个SSAS的东西 结果绕着绕到这了 我看一下 我把那个port number再写上 我你看到了吧 跟防火箱没关系 你那个 我可是也是remote 我是在自己的机器上 你们都看见了 可是我跟防火箱没关系 我都没动过这个东西 你要不要disconnect吧 你把disconnect你的数据库的view 这个 我disconnect都无所谓 这个是你在server不乱的话 你连上都上不去 我不是说这个 你自己带你本地的 不是有connect的数据库 我已经关了 我已经关了 没了 你就这个 这个不是还在这的吗 这是不是 这是我local的 这是你local的是吧 云端的已经没了 所以我觉得不是光这么一个问题 是不是每个人想用得有certificate 但我还不知道怎么ease you the certificate 我相信没那么简单 给你ip就上去吧 你说呢 我不太懂了 这个 这个 你怎么研究这东西 安全问题还没怎么研究 这个微软 等一下我看一下 他就说了一条 他说是sql server sql server 你在那个sql server里面 在sql server里面 就是那个虚拟机里面选择 就是这个database 在呢 你看见了 等我看一下 就点到最上面那个 你点到最上面这个 对 然后鼠标的右键 property 然后在这里面 有一个connections 然后 我这都allow了remote了 我今天也 等一下 我再看这边再说什么 我现在唯一的 因为今天我在试另一个东西 也想考虑到是不是remote的问题 我这已经remote 是不是这个地方maximum这个是zero 0就是animated 这个是对 稍等稍等我再看一下 他怎么说 然后protocol sql serv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sql serv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人家在哪吗 应该在等会儿 这跟我们又不一样了 怎么进那个 找你程序 叫什么 sql serv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然后 OK Network Network 我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对Network configuration 然后里面有一个protocol 都是enable的 你说named path enable Name path 不不等一下 我看一下 tcp pr enable 对 都是enable的 tcp enable 然后 Name path 这个没问题 然后 我看再往下走 没有了 是没有了 你把那个双击 tcp 怎么会能让你上了去呢 这就是对应的这来的 我给你57500 他将来做了一Mapping 我明白 我明白意思了 Private Port Public Port的武器 对应到他的这个的Port 所以你才能上吗 这就是我必须得给你嘛 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能上来呢 这就是57500来这的吧 57500 这是他们瞎弄的名字 我估计你弄任何一个都行 但是他们我看网上写都是57500 你再把那张表给我看一下 就是你那张 就是你刚才对应的那个地方 这三个都是他Default的 这两个Powershell和Remote 都是原来已经set的好的 AS是今天我想上的 是5321是他们网上找的 2383是private 然后这个不叫 这就是SecureServer 我写这名字 我刚刚跟Rota Rota也要做这东西 他必须得用 他任何名字当中 可以直接Default的选 就有一个叫 MS SQL 就是Default就是1433 但PublicPort的网上给的是57500 好OK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 然后对 那么这个情况 然后 虚拟机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么你现在是虚拟机 那你现在是虚拟机 有没有 好像里面 OK那现在这个问题在这了 这个可能不是你这个地方了 你在那个Azure的虚拟机上面 应该有一个什么设置吧 所以就不知道 我们刚刚就问你的吧 对那你走到那个虚拟机 这就是虚拟机 这就是我的虚拟机 然后在这个configuration manager 在下面这个manageracl 那个地方点一下什么东西 special detail for holland 然后you create manager 这是远方的那个是吧 这个 permit denial this and to obsess control yeah 就在这了 那你就在这写了 这是你的认知是吗 remote subnet 我看这怎么写 这个 remote subnet 优优优独播剧场上 就写0.0.0.0 一个写杠零 就是 0.0.0.0 一个写杠 一个零 对对 OK 这个 这个可以 然后你写 你save一下 就是 对 OK 他在说什么 你写就随便 就写allow 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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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的 就是 OK 然后 save OK 现在来试一下 现在真的updating 这个应该可能是这儿了 这个是access control list OK 好像是好了 好 感谢观看 这是你本机连的吗 我听不到你们说 sorry 我又上去了 我又上去了 对 然后以后我这边还是连不下 我不管是虚拟机还是 就是SQL server 它都是拒绝 是吧 可能这还是不对 没事 但是至少往这方向走走呗 咱们现在看来还是哪有问题 你把连的地方 你能把关了再连一下数据库 我看你那边填了些什么东西 这儿啊 不 你把它disconnect 在connect的时候 你会出现一个小窗口吗 我看小窗口的什么东西 然后你再 就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 这个我给你们这个信息 然后我密码给你们了 ok 那好 跟我 那个防火墙 你那后面那个点 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 斗号 斗号 等一下 server ok 你在那边写打了一些斗号是吧 必须是斗号 必须是斗号 我打的是双茫号 我怎么觉得是双茫号 必须是斗号 必须是斗号 那我看我能不能再上啊 我也能上 对 我也能上了 那就行了 说明就行了 只要把IP打开就行了 对 然后虚拟机还是有问题 但我不管了 这个我不管 不用管它了 因为你主要想上数据库嘛 对 这个数据库 我这边好像应该 可以了哈 行 那Rosa 你听见了吗 还是没有 你那个57500后面 那个在跟IPT只要打一个斗号 看见了吗 打了 那就奇怪了 那么Jerry都上了 你跟Jerry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什么区别啊 没有什么区别啊 对啊 你那个叫dataset1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哪个 我看到这个数据库里 等下我看一下 我这数据库里有两个 一个是JTS dataset1 这是Azor给我create的吧 你那时看的是哪些的 可不是我的 我这里只有这杀数据库 看见了吗 只有两个 我只有DW2012 我没有GTS 刚才Rosa想用我这个 所以才要要我的信息 他要把我这个给你们用 所以他在我这上create一个GTS 所以才出现刚才这些东西 我还没create它 等下等下 我再连一下 应该是 你别混了 他那个跟我这不是一个回事 我现在可以连一下他这个 等我试试啊 看Sharosa这个 这太小了 等会儿啊 这收尔特别长的名字 这个什么都怪怪的名字 我连一个 我得改一下我这个 J2WG J5QAYD.Database.Windows.NET 你这 Authentication都不一样 A是一样 这倒是一样 YES上去了 你看他那个 Jerry你又发现 你看我这个create是一个全套的 你看他这个edger上create出的数据库是多么的简单 就一个数据库 你看我自己create这个就像一个localcreate 是没什么区别 而且比他还多 你看我local这个很少 看到吗 但我很奇怪 我联系到数据库以后 它那个connection string settings 然后它好像没有读出来什么东西 哦我看我放了table OK我看等一下 你得去database 我这里面没有放 你去那个adventure2012点到底 就会有table count 正在fetch 那个那个rosa 那个那个逗号中间没有空格的 没有啊 对就是那个那个IP地址和那个57什么东西 那个逗号在前面有个空格 你要把那空格删掉 你这是等我一下啥 就是在email里头 不是那个IP地址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逗号 你上去了吗 对 那就OK了 我现在准备了tash点东西 我得我得我不是说给你加个table吗 我正在加table OKOK 我说那个刘老师的那个你已经上去了是吧 对对对我就在他的上面加table 哦这两个table是一样的是吧 就从这个看起来就是 就从那个看起来是一样 但是他俩的语法不一样 哦那我就不太懂这个了 anyway反正问题先解决了 那就是说已经拿上去了两个 那柔子你上去了吗 那行 你上我这上了吧 我们开始当活了 好行 那你就到时候让那个把这个给那谁用呗 你们就能用了 先 就先用着吧 先用着 然后完了等哪天不用了 咱们在这把它关了就完了 杀掉了就完了 等这些钱 快用完了咱就给它杀掉了 行 OK 那现在你看这个 咱们各种级别 local remote server remote database 三种 就说云上的这种数据库 咱全用上了 各种组合 你好累啊 各种debug 哎呦不行 谢了 Darren 也跟你学了一招 因为这个云那东西还是不稠 都在摸索 都在摸索 就这个 你一说这个我就觉得make sense 有这个以后 就这地方 嗯 要想到这 其实一search应该能设置出来 就没想着 嗯 行 OK 行 那咱们就真正 今天可能稍微长了点 改成开会了 没有 改成解决问题了 解决问题的实力了 成了 没问题 这样周末的时候 反正咱们有什么事情 或者这中间有什么事 大家在群上 或者在那个邮件上发 Jerry正好刚才想问你 那有时候理论上来讲 你不管通过中间表 还是自己用程序 是能够漏着一批数据 进去给周末的用的是吧 如果这个表 建好的话 假设 现在已经有一个excel的表 已经生成了 然后现在就是说 咱们导到那个数据库里 导到里面去 就是第一步这样子 Rosa新建一个 就是没有跟其他的表 有关联的这么一个表 那你还是要用一临时表了 对吧 做那个 跟那个reference table 去做那个id 那matching 你要建议临时表 是不是这意思 其实这个临时表 是可以不存在的 问题现在是这样的 我只是想试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用csharp 这个一个表里有写东西 就是因为我现在 就对这个表的结果 不是特别的 就是comfortable 没问题 所以我先写到一个临时表 但最终这个临时表 是不会用的 OK没问题 你用或不用都没问题 关键就是说 你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周末之前 或者能给那个Rosa 还是能够塞进一些数据去 你不用要求那个数据那么智能 就说把每个那个job description 都跟咱们想要的那么接近 也就是说数据量的所谓 咱们讲的每一个job的话 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话 也无所谓 只要你能够漏进一些真实数据 跟那个Larry Rosa能够起他那个BI 可能那BI不一定make sense 因为除非你们这个BI这边找 找的一定是很 怎么说 就说那关键词对应的特别好 但我觉得这可能还需要一点 tuning的过程 那个Indeed的那个关键词 还是挺不错的 那就好 那就好 那你这样 理论上来讲 把那时间范围加大 还是能导进一批数据的 对吧 理论上来讲 应该可以的 就是我刚才发那个邮件里头 有一个Excel 你可以看一下里面那个东西 就觉得好像比较干净的 好的 那太好了 行 没事 那就这样 那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 然后你们接着做 因为今天本来是问的 那个AS事情 可能正好把这问题解决也好 这样周末 可能就能够有一些数据 请 多谢 多谢 OK Rosa呢 Rosa呢也多谢 好 来 杨宾 那咱们就这样 多谢 别客气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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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也有关了 我把这也有关了